这恐怕是希特勒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好赌 其胃口之大 让人毛骨悚然 因为这一次他要挑战的对手 是在人口方面超过纳粹德国总人口两倍还多的苏联 1941年 德国制定了巴巴罗萨计划 此计划要求德军在交战初期 就要在极短的时间内 合围并且歼灭上百万的苏军 然后高速前进 在入冬之前 也就是四个月内 攻占苏联首都莫斯科 1941年 今年6月22日 德国冰封三路向苏联发动进攻 战争初期 德军装甲集群将闪电战术发挥到了极致 几百万大军 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般的直插苏联腹地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德国中路装甲集群已然兵临莫斯科 此时德国上路集团军 虽然把大量的苏军牢牢围困在列宁格了 但是久攻不下 从而导致交战双方陷入僵局 负责下路战线的德军就更不咋地了 虽然他们已经把战线推到了地涅薄荷地区 但是苏军此时并没有战败 只是战线后撤而已 况且现如今的苏军已经在基辅附近 修建了大量防御攻势 你德军装甲集群想和苏军来一次正面对决吗 答案是否定的 傻子才跟你硬碰硬呢 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装甲集群在二战期间的优势了 从战局上来看 苏军占据地理优势 如果德军强行突破 必然会造成大量伤亡 而现在德军完全没有必要 一脚油盟直接绕到苏军侧翼就行了 这个我们稍后再说 可以说现如今摆在德国面前有两种选择 要么集中兵力直取莫斯科 要么中路集团军兵封两路 帮助上下路拉平战线 当时德国军部高层一致认为 应该直取莫斯科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开启上帝视角 来全面分析下当时苏德双方位接下来的战斗 做出的相应准备 我们可以先猜想一下第一种打法 直取莫斯科是否可行 咱们先来看看斯大林在德军 濒临莫斯科的这段时间 做出了哪些准备 根据苏联人民委员回忆 当时斯大林确信 德国人的下一个目标肯定会是莫斯科 所以他也做了充分准备 第一严密布防拖住敌人 等待西伯利亚援兵支援 第二组建战斗小组 负责守卫克里姆林宫 莫斯科车站 劣品市场等重要目标 为了日后展开地下抵抗运动 第三在莫斯科全程设立了59个私密火药库 砍伐莫斯科附近105公顷的森林 用来拖延敌人 在高层建筑架上大量防空炮 并且在莫斯科大剧院 中央电报大楼 地铁宾馆里面埋设大量地雷 甚至连圣瓦西里大教堂都设置了爆炸装置 因为根据希特勒攻占法国巴黎时 迫不及待的去各个景点拍照的尿性 一旦莫斯科城破 那么小胡子多数还是会过来撩骚的 到时候他就死定了 除此之外 把能带走的家伙全部带走 实施焦土抗战的原则 就算莫斯科沦陷 苏联也可以在西伯利亚地区重新卷土重来 再看看德国方面是怎么样的 表面上德军一路摧枯拉朽 直奔苏联首都 古德里安和霍特率领的两路装甲集群 快如闪电 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如果此时乘胜追击 继续向前拿下莫斯科 对于战场形势能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 苏联地广人稀 交通非常不便 但是苏联是有铁路的 莫斯科就是整个苏联境内铁路的中心 有了交通线 德军后方的物资弹药就可以顺利送到一线战场 就算是到了冬天 德军也能安然度过 再说了 首都沦陷 这会对苏联士兵百姓造成极大的精神打击 很有可能会给他们造成一种 德军不可战胜的心理恐惧 此消彼长之下 接下来的战斗也会顺利许多 问题是 此时德国中央集团军情况也不怎么乐观 还是因为战线拉得太长 德军的后勤补给现在已经是完全跟不上了 因为德国和苏联的火车轨迹完全不同 物资想要运到前线 那是相当费劲的 要是德国强行进攻莫斯科 那么下路乌克兰首都地涅薄荷地区的苏军 很有可能会从背后偷袭 那个时候就精彩了 以莫斯科在第一层 德国中央军在第二层 苏联南路军在第三层 德国下路集团军在第四层 打成了套娃游戏 在弹药匮乏物资紧缺的这种情况下 能不能拿下莫斯科还真不好说 再加上城内那些机关陷阱伏击队 可以确定莫斯科城内才是德军噩梦的开始 简单来说 就算你德军破得了城 你也进不去 进去了你也活不下来 活下来了你也守不住 所以直取莫斯科成功的几率是微乎其微 希特勒听完将军们的建议之后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种打法 那就是将中央集团军兵封两路 去支援上下路 当不能确定莫斯科战役是否能取胜的情况下 消除当前潜在威胁才是重中之重 正所谓人生如其一步三算 如果拉平战线 那么德国就可以掌控乌克兰这个天下粮仓 还有大片的工业区 之所以入侵苏联 最终目的还不就是为了劳动力 粮食石油这些财富吗 老话说的好 十鸟在铃不如一鸟在手 美丽的乌克兰我来了 在希特勒的眼中 这些就知道打打打的将军们 根本不清楚战争的本质是什么 由此 希特勒也说出了那句治理名言 我的将军们根本不懂经济学 另外还有一点 那就是小胡子的挚爱亲朋 手足兄弟小日本 此时还在苏联东部牵制住了几十万的苏军 这样的话 德国就有充足的时间来重整旗鼓 大概希特勒还不知道小日本现在正高举 法西斯的大旗在全世界拉仇横呢 美丽的太平洋 我抵喜欢的干活 言归正传 1941年8月底 由古德里安率领的第二装甲集团军 从中路战线南下向基辅地区的苏军发起了进攻 配合下路集团军完成合围 刚才我们说过 苏军此时已经修建了大量防御攻势 但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几乎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因为德国下路集团军直接绕道而行 从苏军南部侧翼发起了猛烈进攻 而古德里安的部队 从北部侧翼绕后直插苏军后方 一张巨大的口袋 牢牢将苏军包围 1941年9月16日 战争史上最大的围歼战开始了 德军以第二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为主 对被困的苏第五 第21 第38 第26等五个集团军发起了围歼作战 阵地上的高音喇叭发出斯大林那激动人心的演讲 苏军战是在没有燃料和弹药的情况下 仍旧拿起刺刀 以赢为单位 就这么一波一波的冲向德军坦克 然而血肉之躯终究敌不过钢铁 除了少数部队得以逃脱之外 主力部队仍处于围困之中 1941年9月20日 基辅城被德国第六集团军攻占 同一天 德军第46装甲军赶到 并作为生力军投入战斗 苏军也不断地投入生力军 企图协助被困的苏军突围 但军被德军击退 70万苏军最终突围出来的 只有不到2万人 66万人被俘 基辅战役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围歼战 现如今下路战线和中路战线已经拉平 只剩下上路列宁格勒一座孤城了 列宁格勒虽然被包围 但是人家还有水路和空运 德军一时半会也奈何不了对方 既然列宁格勒已经陷入困局 那么此时不打莫斯科更待何时呢 在希特勒一声令下 上中下三路装甲集团军全面集合 其中包括古德里安率领的第二装甲军 霍普纳率领的第四装甲军 还有霍特率领的第三装甲军 三个装甲集团军冰河一驻 见风直指莫斯科 静 炭特许领缘 炭特许领 炭特许领 炭特糊